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不认识财经界是否属于专业范畴的人士 财经界有些职能可以定义为专业组别 例如是帮上市做的律师 给一些法律意见 律师固然要过五关就六仗 才能取得做事务律师的牌 然后才可以参与一些上市公司做交易的过程 这些才是专业 大家都认可 这些是其中之一 第二例如是会计师 会计师很多时候 上市时都要核数 核数又要看一盘数是否建议流 真或假 又或是明年每年都要看业绩 都要看一盘数是否水份 造价之类 其实会计师是金融价入面 都是一个大家认可的专业 关于会计师的问题 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引起很多回响 我有很多会计师的朋友 很多做RO的朋友都跟我反映 我这篇文章也很药 其实那个文章是说什么 就是说为何现在在市场上 可能你做一间行的负责人员 去做RO 他的人工会高过会计师 其实我当中都分析了一些要点 有机会可以自己看下 但今次想说的重点就是 会计师可能大家都会供应 是其中一个是金融市场范场的其中一个专业 又或是你做一些价值 可能你做一些估值的话 其实都算是一个专业 很多人都会给他一个高点的定位 公司秘书又更加是 公司秘书除非你是做了律师 你是有回的司牌 否则你都做不到公司秘书 又或认真一下公司秘书牌 所以公司秘书是一间上市公司 担任的那个职能 可能是你搞很多文件 做很多的行政 跟联交所应对这些东西 其实上市公司都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公司秘书的角色亦都在那里 你会见到出来 所以公司秘书都可以说是专业 但你发觉在街上很多人都会说自己 例如我是资深的评论员 专业的评论员 资深投资者专业的投资者 我们怎样去定义什么叫做专业呢 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些会计师 律师公司秘书 还有古籍师之外 其实都有很多 临临种种五花八门的牌照 那些我又不知道它是否属于一种专业 譬如说很多毕业生都很趋之若傲 又或者甚至乎二三十岁 每个人都知道合格率极低 但都会冲去考的CFA 到底CFA又算不需要一个专业呢 某些程度上 你考了CFA 是可以豁免了很多专业市内的要求 但是你说在一个法律严谨的定义上面 它可不可以背费 又或者它可不可以在某一些重大的决定 或者重大的文件上面 它可以有一个功能呢 这个很难说 因为譬如会计师律师 可能签一些重大的文件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个见证的成分 又或者它是接受它这个职涵 去处理某一部分的文件 但CFA就未必可以行过得那么多 行过得那么阔 所以很难说 CFA到底是否一个专业 这是第一点 又或者现在比较多些人都会去考 相对CFA叫做容易点考 因为小份卷 也只是考M.C.的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R 到底它又是否一个专业资格 这些有违很难去定义 当然对于风险管理或者风险控制这个需求 自从2008年爆煲之后 就是与逆俱增 但是你考了一个专格 跟你真的实际上做的那样东西是否关系 到底你是一个有statistic 统计学或者有风险管理知识的背景的人 重要点 还是真的一个排名的title重要点 这个就真是很说不定的 譬如去回我的那个范畴 我自己都挺轻生上路的 我没有任何的专业牌照 唯一一个面子它在搬车边相对拉倒下的一个title 就叫做专业投资者 其实这个专业投资者可能大家坊间都经常会听到 有些媒体就访问一个人 那怎样去定义呢 就说它是专业投资者 其实这些字眼 专业什么什么 大家可能都看得很难 都不知道它是坚定流 还是到底为了捧它上桌 所以才作这些形容词 还是怎样 其实都很尴尬 等于你看广告 经常都会有个人去买这些产品 洗头水也好 闻泊水也好 叽叽卡啦 狗粮也好 都会说这个人叫歌影视红星 其实你发现你说不出他的名字 但他叫歌影视红星 到底所谓的专业投资者专业的评论员 是不是又好像那些歌影视红星 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title inflation 就是其实你不是那么专业 但是专业这一样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老作的 因为专业投资者的确在联监的角度 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 根据证监的角度 只要你管理的资产超过800万的话 那你就已经叫做专业投资者 那你怎样申请做专业投资者呢 那你首先你要去跟一间行申请 那间行就要你去填一张form 那张form有时是要你填 有时又不用填 那就视乎你间行商售的程度有多高 又或者你用开的股票经纪 跟你之间的合作程度有多良好 有时股票经纪很熟你的话 他都知道怎样帮你填到时候 然后叫你对一对签个名字 基本上都可以上表一张form 那你就可以正式申请成为专业投资者 其实专业投资者的那张form 其实他都有以下的一些要求 就例如看下你投资过一些什么产品 譬如好像一般散户那样 股票一定买过 但未必有人会买过基金 Walln都可能会有人买过 但未必个个都会买 Bonds 债券都会有人买过 譬如以我为例 我申请专业投资者 我跟他说我有投资股票的经验 我有投资债券的经验 其实债券你不用想到很复杂 不知是什么公司债 或者是什么内房债 你不用想到很复杂 其实你抽过iBond 都叫做债券投资 我相信全香港只要有 一万入息或以上的人 都应该有意图去参与过这个游戏 然后去抄iBond 抽完之后第一天就沽了出街 其实你抽过iBond 都已经有一个债券的投资经验 因为iBond真的是债券 至于Walln 牛虹症 其实他也计算的 看看你有没有玩过 我自己玩得不太频密 譬如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例如汇丰单日跌了几成 因为没有回购消息 顶着就跌了 有时会买一些call去博一博 这些我都会叫做 有一些衍生工具的投资经验 所以这个都会考虑是一个 专业投资者的一个criteria 还有他可以看看你进行的交易的情况 例如一年是不可以少过60单投资 不可以少过40单投资 我们更正一下 一年不可以少过40单投资 其实你一码一卖都已经叫做两单 40单是说你可能炒二十只股票 一买一卖 你已经搞定 譬如好像我这个礼拜 我都已经做了差不多过百单投资 这个原来很容易中了 亦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他都要看你的投资经验 有没有超过两年以上 其实很多好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我已经叫做迟起步 我大学才开始投资 可能有些人 我大学差不多最后才开始投资 可能很多人已经在中六七 已经开了个币 甚至乎你在大学的时候 已经开始不断炒 其实一出来大学毕业 有四五年投资经验的 你给街市 所以这也是比较容易过 最难过是八百万的资产限压 但最近在2017年3月的时候 HG Order 即是证监的大佬 证监的头头 开始有意放宽一些专业投资者的认可资格 现在的专业投资者 就是要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过八百万 在账户中交易过 家行认证过 他才可以给你申请做一个专业投资者 但现在他想放宽到 譬如说 如果你控制那个账户 或者你有一个公司的账户 你是有份的 或者家人的账户是有份的 即是这些Associate 联合跟你有关的账户 加上有八百万的话 他都有意放宽 这些都叫做专业投资者 又不需要一个户口 或者一个只是落你名的户口有八百万 可能你有份的一个联营的户口 都过八百万的话 其实都加上了 都可以做一个专业投资者 其实说了这么久 到底专业投资者是有什么特别 或者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都是一个梯头 即是一个名咸 那你专业投资者就告诉人 我是一个证监认可的专业投资者 这个可能有一个名咸上面的方便 其实技术上一个所谓的专业投资者 只不过一个比较肥一点 比较大一点的散户 假如你遇上一些不良的庄家的话 其实人家都是当你鱼一样的 只不过你叫专业投资者 你是一条肥一点的鱼一样的 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多少在一个行的角度 你都会享受到一些好处 例如假如你是一个很专用孖展 去炒股票的投资者 在你孖展拿的额度 又或者你拿的那个息率 你可以拿一个更加优惠的条件 因为他会认可你一个专业投资者 例如可能一个阿牟 他问AE拿孖展 你可能只是一开一 即是一百万的现金 可以赌二百万的股票一开一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专业投资者 可以某一些情况 可以比你再赌大一点 即是一开五万一开六 似乎那间行的孖展情况 以及风险控制的水平 FRR等等这些因素而定 甚至乎一个牟尼开孖展 联息八厘七厘 如果你是专业投资者 你可能最便宜可以压到六厘五厘 其实这也是一个优惠的情况 而且有些情况 如果你做了一个专业投资者 你可以申请一些配售那边 都会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申请配售 一般性的授权 就说不可以少过六个人 否则就要公布所有人 那些人是性受名税 他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一般做配售的时候 都是在找六至七个人 但六至七个人 在联交所的角度 便会问 你为什么要给那六至七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投资者 的时候 家伙就很容易交代 因为他是我们家伙认证的专业投资者 而他这个专业投资者的资格 是跟随了你 证监所谓的一系列的要求 所以他已经是比一般的省目投资者 是高一级 不是一个普通的亚贸亚 所以在诺培售那边 可能是有一个方便 或者是一些二十一张的投资公司上市的时候 他限制了是不可以有一个公开发售的省户参与 通常上市都是找了一些专业投资者 去做人头去围整支股票上市 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投资者 你便享受不到投资这些二十一张的投资公司 做成配人的投资机会 所以做专业投资者的话 某程度上都会享受到一些好处 就是你孖展有些更加好的条件 第二就是你跟别人拿货的时候 都可以容易一些 其实做专业投资者都可以享受到一些好处 还有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一个专业投资者的资格 分分钟比坊间大家趋资让傲的CFA 或者FRM是更加好的 因为专业投资者现在暂时 他说你个人有一个百万万万以上的资产 在炒来炒去 那个人是经历过在市场血拼打过 闯过 真的落过手去做research 落过手去投资 但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CFA 都是自己坐在一个冷气房 看研究报告 跟一些真正在街上硬坎过 闯荡过光湖的人 是有天渊之别的 所以专业投资者 希望今次次补充一下大家的知识 不要以为专业投资者 只是一个呀呀乌的虚客 其实都是一个很厌仅的定义 如果大家对提拔华 现在的内容是有兴趣的话 亦都欢迎去subscribe youtube的channel skyfinance 亦都可以like skyfinance的facebook专业 有时云水的page 亦都会将提拔华尔家的内容 去转载 去给大家方便去看相关的内容和知识 我是云水 希望下次见到你